六十四,香港相報2013年5月26日報章 此零二週日生活一年輪命拜塵一件事業之外 平衡家庭健康1971年10月3日出生的半博先生 信中善然是做生意的,經濟困難重重,令你非常頭痛 看過你的八字後,先確你一夥定心軟 你的業務未來幾年雖未知晶晶日常,但反覆向上應當沒問題 你的八字,學術上稱假尊旺格,屬於我曾經談過的外格 得此種命局的人,一般讀書都名歷前茅 除非他在讀書的時期,已有更高遠的理想,代不住在校園因 否則一般來說,報出校門之前已顯出與眾不同的風采 自信滿滿的你,出生應該不太差 而你的性格,只要有一點而積蓄,定會急不及待去闖天下 而不會代在別人的公司洩低員同職員,但因為有兩火火星在不當的位置 導致你的脾氣有點暴躁,時而壞時,這是你要幹大事業的一個重要障礙 以運途計,你可算是常運,意思是已接上了成長路的主要運勢 過程中競爭者甚多,他們是那種與你直接競爭的強勁對手 而且動不動便會使用法律武器來對付你 所以你的業務必須要百分百的合乎法律 否則你一出現把柄,對付你的並非你的客戶,而是這些競爭者 未來六、七年,你的業務會逐漸擴大,而你同場的競爭者亦相繼擴大 你們之間的競爭越吹惡性,而且你與他們似乎無法取得相贏的和諧局面 你只能作最好的準備應戰,或許事業真的是你目前最重視的事情 你似乎對成家立實沒有多大興趣 大運中滿布桃花的你,沒有一朵能飄進你的夫妻光 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只要你懂得自得其樂 也沒有什麼問題的,你是較慢得自的,而只將會非常反叛 會將你喜歡耍性子,所以然教不如新教 健康方面,目前你是處於亞健康狀態,工作勞累是病痛來源之一 只要戒煙,其他的問題只是小事 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陳一言,陳一言, at, gmail, dot com